就准确地讲 我是她师姐 我们是在学校迎新生晚会上认识的 我是我们这一集的文艺委员 他是他们班文艺骨干 他是他们班推举出来的晚会主持人 我是晚会转告人 你是 我是新生班推下来的代表 主持人 驴段 驴段 刮田里下的驴 一刀两刀的段 行 你坐吧 这是你的主持稿 谢谢师姐 第一次看见他 他们大一均分应该还没结束 他那时候又黑又瘦 特别像东南亚某个国家的留学生 我那时候特别爱吃零食 因为要熬夜写稿子嘛 然后都买了好多好多零食在一个桌子上 物理那时候也是他们军训却是饿惨了 他以为这零食是学校提供的 又如秋风扫落叶 全给吃了 完全没有一点点 新生对于师姐的尊重 我看他把我那些零食吃的 心都个底线 我心说这是 哪个山沟里蹦回来的愣响呢 我们俩谈恋爱 跟一般大学生不太一样 一般人家就一块看个电影啊 一起上个自习 或者网吧刷业 我们俩 成功地占领了 团伟的宣传部 就变成我们俩约会地点 我过生日的时候啊 李顿在我们宿舍楼前拉了一个横幅 翻山越海只为你 我愿陪你过周一 翻山越海只为你 我愿陪你过周一 被我们宿舍的女生评为 学院史上最浪漫的球外标语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如果真的在乎我 多好呀 我一直觉得 在大学里 一定要轰轰烈烈地谈一场面 才算没有枉费那最美好的思念 是吗 很多人都说 这校园恋爱成功率不高 但是为什么非要的成功率啊 拥有破就已经